高中篮球联赛甲组联盟的副赛女子组保持不败的淡水山公和金欧女中竟然碰头了 淡水以五名先发平均180公分的优势 一路领先以68比63几百金欧 另外在男子组方面 男子组再度发挥速度以98比84清局平头高中 继续以五连胜的战绩保持领先 淡水山公和金欧女中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战绩都是四脸正 白色球衣的金欧女中是上一届联赛的冠军 不过淡水工商的五名先发平均身高在180公分左右 加上金欧女中自乱阵脚 因此一开赛就被淡水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淡水的陈一如禁区单打得分 陈一如加上黄岚英 以及大中锋郑慧云三名大个子篮下一站 得分就包办了有50分之多 15号赵碧凤抄球之后快攻上篮得分 金欧不但禁区打不禁区 外线也相当的失灵 全场三分线出手19次 只中了三个球 命中率还不到两成 另外淡水拿下34个篮板 也比进攻多出了13个 最后淡水商工以68比63 连续拿到第五场比赛的胜利 继续这场男子组的比赛 是由穿蓝色球衣去年的冠军 屏东高中出战南山商工 屏中在一开赛士气不错 曾经取得6比2的领先 不过南山很快的就利用快攻拉开比数 最后还是以98比84获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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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